Hello 歡迎收聽這一集的POP B Podcast 我是Janice 我是Mayo Hello 好 這一集就講一些很切身 還有每一個女生可能在人生某一個階段都會面對和經歷過的一個題目 是什麼呢? 減肥 那你是應該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你長期保持到身形這麼比例圓 不是 其實我是想分享曾經試過用來減肥但最後失敗了的方法 其實是用我的親身經驗去告訴大家不要試了 我想讀者想聽成功的方法比較多 那他首先要知道原來哪些是失敗的 他就不用浪費時間去嘗試 因為我已經幫你試了 但你最終是會講你成功的方法 你會傳授你的秘笈 算不上成功 首先要Define成功 Mail試過多少個減肥的方法 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唯一Define一個方法 但我最近就試了一個叫豆腐減肥法 那就是在家裡 早午餐都是正常吃東西 就不限你 但你晚餐就不可以吃澱粉質和肉類 那就要以豆腐作為主食 不用肉不吃澱粉質的晚餐 即是基本上晚上只吃齋嗎 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有吃海鮮 你有沒有資格教人家 究竟現在你是不是在用別人說的方法 其實是因為有人叫我去試的 他定出來就是說你的晚餐要豆腐作為你的主食 配搭蔬菜 有沒有說海鮮呢 但他就說不可以吃澱粉質和肉類 你就走了一個法律 即是gray area 你有沒有說不可以吃海鮮 我就加一些海鮮下去 所以就有吃過那些大致蒸豆腐 蜜魚丸 我想問蛋是否可以吃的 那他就這樣想 沒有說不行 即是你欺人炒蛋也可以 可以 根據你的theory 是啊 其實我懂得主要是不要碰麵質 不要碰肉 就可以了 晚上那餐 但我有吃那些炸豆腐 總之你就是豆腐 不是的 但不合理的 想想想 因為如果只是這樣 如果你晚上是豆腐 我就當你是蝦仁炒蛋 但如果你搭配一杯珍珠奶茶 應該是KO了 即是從卡路里的角度去看 其實他主要是想試一下 如果你晚餐不吃電 但珍珠奶茶是不是有電粉質 就是酒珍珠 我本身不喜歡喝 所以這個 我只是想研究 即是我有照吃零食 你有照吃零食 那他有沒有說不行 怎樣啊 大哥 主要是不碰碰麵質 肉類 主要是吃豆腐 就看看 就是憑那一餐的改變 究竟七天之後 會不會成功減肥 那你現在是完結了 對 那你應該要公佈一下結果 就是一磅也減不了 但是 我知道你好像是有量的遺數 那些嗎 有沒有減肥 我沒有 因為最終還是沒有買一把軟石 連磅也是我借給他 搞到整個星期沒得磅自己 但是有藥量 即是曾經在這七天中期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真的感覺輕盈了 而且曾經是低過一兩磅的 但很快已經反彈了 我就想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晚上那一餐吃得太清了 而且沒有那些澱粉質下肚子 就覺得很不習慣 那他又沒有限我早餐和午餐吃什麼 於是我翌日就會有一種補償自己的心理 可能那午餐給平時 叫多了一倍 一倍 一碟 不是一碟是一倍 可能叫多了一個主食 叫多了一個主食 不是那麼瘋 不是 例如叫一個all day breakfast 然後再加多一份雞扒 你很少吃那麼多 那份午餐 你就是有一種補償心態 就是覺得 昨天晚上 好像肚胸這樣 睡了 好像很兑 但是我想問 你經歷過這七天之後 那你可不可以總結其實究竟這個減肥方法是 是work還是不work呢 就是我想如果你早餐和午餐 你沒有加了自己的食量 那應該會work的 因為始終你不吃 晚上不吃澱粉質 一定會瘦到的 而且我想別人沒有寫得那麼明確 但假設如果你真的進入減肥 應該是不吃零食的 但是你試不到究竟是否因為豆腐而瘦到 如果你把你的零食的習慣都改變了 還有你有說完完這個 diet之後 你第一個感覺就是你不想再吃豆腐 是啊 我本身是ok豆腐 吃到第五天的時候已經開始有點想死 是啊 因為我本身是ok豆腐 也會整天吃的 但是可能會搭配一些肉類 可能肉鬆豆腐 肉碎豆腐 這樣就會好吃一點 但是其實主要用菜或者一些蒸海鮮來搭配 其實那個空腹感很強 所以就不能夠 這個方法一定是不能夠持之而限 因為我吃了七天豆腐 我已經要豆腐反感了 所以我是不建議大家用這個方法 長期用這個方法 還有我發覺了其實減肥是應該要趁在漸進 不要一下子就跳入了這個模式 譬如我去年曾經好像 都挺成功的減到磅 就是把自己的食量和零食的食量 慢慢的減 給自己一個緩衝期 可能那個月的頭一個禮拜 其實都不會怎麼hush自己的 其實現在想 因為你又再磅 因為你的豆腐大 但是你相比起 你上年 你想練app 其實減得最多的時候 你覺得 其實跟那次的磅數差不多 跟那時候減完的磅數差不多 譬如你完結後 你也算是保持得不錯 可能因為那件事令到我 就是個人比以前多了肌肉 那些人就說肌肉會幫到燃燒的脂肪是快一點的 你呆了 我猜而已 因為其實 我可能這個comment是不專業 但是以你的intensity 你不... 還有你覺得你沒有做那麼多個月的運動 那些所謂的肌肉還會存在 我真的很驚訝 你可以用一連自信的表情去說 我覺得是因為我經過一個月的努力運動 我建立了很多肌肉在我身上 所以我一直這一年來 我都沒有再肥膩 我沒有說 建立了很多肌肉 我要首先 靜視聽 因為我很怕聽眾會得錯這個訊息 我是說可能 脂肪量比之前低了 相對來說 肌肉量比以前多了 那可能就... 雖然我沒有再繼續去做運動 但是其實 零食吃少過以前 或者是 吃東西方面 不要太過分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你飲食習慣改變了 嗯 即是比起你之前 那我想 人大了 他沒有那麼喜歡吃甜的東西 就是真的 以前可能真的每天都起碼要拍一排巧克力 不是吧 那就是 你有過這樣 光輝的時間 那現在可能就是 一個星期 一次 雪條 雪糕 但是就... 那你都可以 證明這一年你都沒有做運動 但你都沒有肥 其實證明這個生活方式是可以接受 而你不覺得痛苦 即是你不覺得你是故意解了某些事情 你是融入了你正常生活 其實減肥應該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磅數可能真的沒什麼升 但是那個形狀就一定是差了 即是如果比起剛剛減完之後 即是完全是泡了很多的 那到你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經歷 讀者學一下 不是分享失敗嗎 其實我人生都試過很多減肥方法 即是包括很多年前很流行的七日菜湯減肥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記得我是中學的時候嘗試的 然後呢 就真的煲了一鍋很大鍋的菜湯 是沒有肉的 以我所及的 因為我其實真的不太記得這個餐 但我只記得她是頭幾天只可以喝這個菜湯 然後到最後那天呢 你就可以吃肉 就聲稱不知道七日可以減七磅還是幾磅 然後我中學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試過用這個方法 其實真的想起來都說得很疲 我想說呢 你是會瘦 但是同樣地呢 你是會覺得整個人很沒能力 還有我想說其實那一陣子我的臉色 應該真的可以用青色去形容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喝了很多菜湯 吃了很多青椒還是怎樣 但是整個人真的沒有血色 很營養 你覺得很累 你經常很想睡覺 還有其實說真的 真的會間歇性地覺得頭暈 因為菜在中國醫學的角度來說 是很寒涼的 你那個湯有沒有加薑進去 沒有啊 沒有啊 還有我覺得就是你說的那樣 就是你可能真的會瘦幾磅 但是你很快會複叛 可能你一吃正常兩三天 其實那個磅數就會回來 就是不是一個 如果你用來只是減磅數 可能在某幾天你有活動或者怎樣 那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想長期瘦 其實這個方法是 不是一個長遠可以做 其實也應該真的不健康 最主要是一天三餐都是菜湯 對啊 你的毅力真是毅力的 其實我中學的時候已經這麼瘦 沒有吃其他東西 沒有啊 那不是怎樣繼續減肥 你是不是跟別人的餐盤 你做了七天的 我做了五天半 然後我記得我中間 因為受不了了 我就吃了一頓正常的食物 但是那個正常都是好像 很清的綠米粉還是什麼 然後就完成了七天 那好像最後是瘦了 好像瘦了四五磅 每分七天 但是整個人很不舒服 而且覺得面色真的很差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不建議 聽到也辛苦 很辛苦啊 我想我兩天都做了 那個就是我試過其中一個方法 然後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比較近期的 那個就是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聽過 就是一天一餐 應該什麼都有聽過 之前不知道 有很多人都說 其實一天一餐是什麼 反而是健康 我首先想離身了 我們這一集說的所有減肥方法 其實我們都不是專業人士 千萬不要亂學 還有如果真的想減肥 我覺得都要尋找自己工作的方法 還有可能真的專業的話 可能要去找營養師 我要說回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節目開頭說 誰知道有人聽了五分鐘 他走了 又聽不到這句話 但一天一餐 我有試過一段時間 不是很長的 我想兩個星期左右 但是那個難處 我覺得很難持之而行 但是我覺得是有效的 如果你說有沒有瘦 其實是有的 而且你感覺上 好像有一個 感覺是覺得你好像很有自由 因為你不需要介口 不會像你剛才的豆腐大日 你不可以吃這個 你不可以吃這個 你不可以吃那個 其實你什麼都可以吃 但是你只可以吃一餐 那你就會有一個假的感覺 但是那個難處就是 我好像很有自由 其實也不是那麼辛苦 因為我不用介口 我什麼都可以吃 但是那個難處就是 因為其實它有幾個做法 我那時候做的方法就是12至8 即12點才 12點和8點之間 就要吃一餐 那餐可不可以最後三個小時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 因為你一天只可以吃一餐 所以就像你剛才說的 豆腐大日的心態 就是已經這麼慘了 一天只可以吃一餐 那一定要吃盡它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一陣子 會反而食量多了 而且你是會 怎樣說呢 你會吃完最不健康的東西 譬如你一定會選煎煎炸炸 然後可能是辛辣麵 然後 因為你覺得沒有所謂 你覺得我有一餐不會肥的 就會瘋狂地吃這些東西 那其實 我覺得反而會令到事情不健康了 除非你是一個很有節制能力的人 即是就算你一天一餐 但是你也是很均衡地 去配搭你的飯和菜 否則我就覺得 如果像我這些瘋狂 和沒有節制能力的人 其實我覺得反而對身體來說 是一個傷害 但是我的經驗是有效的 瘦了多少 其實也很多 我覺得也差不多瘦了 起碼有兩至四個KG 哇 七天內嗎 不是兩個星期內 兩個星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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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你決定停止 就是因為 覺得不可以繼續 還有你想想 你有社交生活 那如果你一天只會吃一餐 但是如果你是約你的朋友 下班吃飯 你怎麼搞 你轉天不吃東西 等到晚上七點八點才開始吃一餐 其實你一定會破解 其實人生苦短 真的不應該這樣太難位置 說真的 有時候 不要說吃小餐 我吃遲些 心情已經很差 有一個肚子 有時候太忙 午餐 沒有時間吃 或者要兩點多才買些食物 人已經開始心情不好 就是覺得 你是誇張的 又沒有什麼動力做事 就是覺得 一定要先治好肚子 一定要滿足了那個 口腹之肉 其實你說得出這番說 就證明 人生都不用想減肥 我覺得就是 各方面都是要拿一個平衡 就是 那個前提一定是 不可以太苛刻自己 因為如果你用一個太苛刻的方法 一定不會長久 還有對你自己的心情 情緒 工作 所有事情都會有影響 另外一個之前很流行的方法 我想現在也有很多朋友試 就是Keto diet 我自己就沒有試過 但其實我身邊有試過這個 diet的朋友 都說是真的很好用的 而且燃得很快 但是說會 其實到肝臟造成的負擔很大 我也想到應該是長遠來說 應該都是不健康的 是嗎 因為你只是吃油 是 也就是no carbs no sugar 只用肉 或者 就是protein 或者油 以我所知 好像是 喝咖啡也要加些油 對 那種防彈咖啡 不知道 我聽聞 好像是這一種 那種我真的沒有勇氣去嘗試 因為感覺上好像 應該很難維持 但是我有幾個朋友試過 是說真的瘦得快 而且是可以 就是你看著他的身形 是很快減肚腩 其實 可能會在一個月內 還有你基本上 你可能不需要做運動 因為我覺得減肥的人 最想聽這句話就是 不用做運動都會瘦的 這個是那個 那個金句 面色好不好 嗯 而我的觀察 又不覺得 說不好面口 嗯 又不覺得很大分別 但是只是你會想 其實你的 你的五官 不是你的內臟 是不是可以負荷這些東西 就是你吃很多肉 或者吃很多油 是不是真的頂得住 我不知道 那事實上 是否營養師 是不建議用這個方法 其實以我所知 好像Keto diet的來源 是因為 是好像是被之前有些糖尿病的病人吃的 sorry 如果我說錯了的話 可以上網看資料 因為我都是倒聽逃出的 我想後來是因為 人們發覺原來 瘦得很快 就拿來用來減肥 其實我想原本 這個不是初步研究出來 用來減肥的 嗯 這個我沒有試過 然後 另外其實 還有一個 之前也說了一點 就是intermediate fasting 嗯 我之前一天一餐的時候 就結合了這件事 因為我就是規定自己 在某一個時段 因為intermediate fasting 就是你可能只是 半個小時內 或者六個小時內 吃光你一天要吃的東西 嗯 其實我覺得那個 是比較實際的 嗯 是的 有沒有瘦呢 也有的 我說我自己有個個案 因為我也試過 但是沒有瘦得那麼多 而且那麼快 嗯 是的 但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日常 可以做到 譬如我規定我可能 12到8才吃東西 那就不是只一餐 你可以吃兩至三餐 總之你八點鐘之後 就不再吃東西 直到第二天12點 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 又不是逼到你 完全不可以吃東西 或者要戒這件戒那件 我覺得比較容易做到 但是我也應該做不到 因為我一定要吃早餐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你 其實應該所有減肥的方法 你最後的結論 其實我應該也做不到 其實我想聽 你最推薦是哪一個方法 其實我最推薦的方法 就是 第一個觀念 就是你要明白 其實最有用的減肥方法 就是那件事可以 永遠都做到 不要想你只想減兩個月生日 是你要把這件事 視作為一個長期的生活習慣 當那件事融入了生活的時候 你做得上來 就不會覺得你是在受苦 譬如包括些什麼 其實我之前有一集說 Anti-aging 也說過 就是 我覺得其實運動 遠遠都不夠飲食那麼重要 我也是減肥 因為其實運動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做運動的朋友 你可能很辛苦做過30分鐘的血 其實燃燒你的能力 可能是200-300個卡路里 其實200-300個卡路里 可能真的連一個雲吞麵都沒有 我想說 所以如果你是狂做運動 但是你不控制飲食 其實是不可能瘦的 因為其實你瘦 或者減肥 其實永遠都是一個不變的道理 就是要製造卡路里的階段 如果你狂做運動 但是你三餐麻辣火鍋 炸雞 薯條 其實你做幾個小時的Hit 都不會瘦 所以我意思是 首先觀念要正確地 你不要想你可以 不控制飲食就會瘦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發生 但是很多人就是說 我這麼努力做運動 就可以吃多些好東西 就是為了可以 那當然我覺得 它會幫你抵消了某些卡路里 但是其實 我自己的個人經驗就是 我覺得做運動不是會令到你 吃多些東西或者瘦 而是它只不過是會 調整你的身體 可能你同一個磅數 但是看起來為什麼你會瘦一點 就是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因為你的肌肉的比重多了 那是給我體型 但是不要想你做運動 那當然 某樣運動一定 某程度上在減肥 或者減肥是有幫助的 但是 長遠來說 如果剛才沒有很自信地說 我希望因為有肌肉 其實就 真的要做一些 weight lifting 那些事情 不要再壞曲我的說話 那至於 剛才那個飲食很重要 那我覺得飲食 對我自己來說 減肥最好處理的就是 其實之前Anti Aging 都說過就是 戒糖 就是這個是 我覺得第一步一定要做 慢慢融入生活 就是可能 譬如平時你 你喝咖啡 你是會放幾匙糖 或者蜜糖 那你就要第一步開始 可能由三匙變兩匙 兩匙變一匙 然後一匙變到完全不下糖 就是這個是第一步 我覺得可以 嘗試融入生活 然後第二步 我覺得就是 真的嘗試 將一些澱粉質變成一些 全蜜的東西 譬如你 其實 都要吃飯 我覺得 尤其是如果你是會做運動減肥的人 其實如果你完全不吃澱粉質 其實你沒有能力去做運動 令到你日後的人都會生病 好像你剛才說的沒有精神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可能平日晚上會吃白飯 那你就可能把白飯變成糙米飯 或者可能變椰菜花飯 椰菜花飯 椰菜花飯 番薯 或者是 薯仔 那些 那 因為我其實也試過很extreme的減肥的時期 我會真的買過那些食物的磅 然後會磅那些食物多重 然後計算我吃了這個東西 我吃了多少卡路里落土 其實是神經病的 但我現在回想一下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好 是因為我感覺到這件事 我知道了 我大概知道了 我原來這塊薯仔 我現在知道原來我吃了大概有多少卡路里 因為如果我不經歷過那個磅的過程 其實我是不會有這個知識的 但就是因為我那一陣子 可能經歷了兩三個月這樣的生活 我現在就會知道 我這一碗飯大概是多少卡路里 其實我也是計算的 但我不是瘋到要拿計算機出來 而是我看一看這次 我大概知道 原來我這一餐是吃了五六百左右 那有沒有一些 過程有沒有發現了 其實有些食物是一些陷阱 可能表面上沒有什麼殺傷力 但其實是很肥 我覺得可能就是那些豆腐泡那些 豆腐泡很肥的 那些是炸的 就是它是油的 但你又以為它是豆腐 可能很沒什麼 但油炸其實也是肥的 還有可能一些花生那些 其實花生的熱量也很高 不過它也有很多人會 可能做運動之前或做運動後 會吃一根好像花生醬那些 補充的Energy 那時候狂做運動的時候 因為做完其實會覺得肚餓的 但又不能吃那些傳統的零食 朱古力那些 其實就看那些網站 它會推介你吃什麼零食 去補充Energy 就可能會是把花生醬塗在蘋果那裡 或者是一些杏仁醬塗在蘋果那裡 那是又好吃 還有又健康的 據說 你說的 你突然想起你 勤力做運動那一陣子跟我說 你要做運動喝一杯 喝一杯合巧克力奶 是因為你的肌肉撕裂了 就是你看一篇文章 然後你發給我 然後你記得我是怎樣回覆你 我說 我相信以你做的intensity 應該肌肉是不會撕裂的 你想太多 我應該不是用撕裂的 你是 我很肯定 我很肯定是 但其實那一陣子 是吸收了很多健康的資訊 但其實 心也會經常不知信得哪一種 因為有人說 其實 花生醬對你的心臟健康很不好 所以Mail說這件事很好 就是如果聽眾現在都在考慮要減肥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一個適合你的減肥方式 因為就算我分享我的經驗 Mail分享他的經驗 那可能會很努力我們 但可能用在你身上 其實會有些不同 或者有些東西你要多多少少減 才會變成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 真的要找一個 工作的方法給自己 還有我想說 其實雖然我好像 Mail說到我的人很變態 而且經常逼自己 但是我覺得減肥有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真的要懂得放過自己 即是某些 這個笑容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說 由我說出來很可憐 我正在撕嘴皮 因為我有時會覺得 可能你很難 一個星期七天都這麼有自身 其實我有時 一個星期有時都會吃很高烤的 例如我會煮生辣麵 或炸雞 我不會 然後我 初初我都會在這裡責怪自己 明明減肥 為什麼要這樣放縱自己 吃那麼高烤的東西 但其實 有時那個放鬆是需要的 即是 要給自己有一個休息的空間 平衡 那個大原則也是 但最重要就是 不要吃完一餐 或吃完一天之後 連續三天都伸辣麵 就可以了 嗯 嗯 是的 還有我想 真的要去想 怎樣把剛才我們分享的東西融入生活 而不覺得辛苦 因為我覺得如果那件事情 你覺得你是強迫自己 或者辛苦去做 其實就不會長久 我記得Anti-Agent那一集 我有說過 我其實不是那麼享受做運動 但現在過了一個多兩個月 我其實也有跟Mail分享 我都將於迫自己去找一個個人訓練 其實我是最近才第一次發覺 其實原來我 其實暗地裡也有一點享受做運動 這件事情 即是那種征服了一個困難 和挑戰者的極限 那種感受 你說得好像那些三項鐵人賽的參加者 其實又不是的 但我現在明白到為什麼我覺得我開始享受運動 是因為 原來我通過運動 我會發覺認識了自己的身體多一點 例如我 因為我為什麼會做個人訓練 就是因為我一直都不懂得做背脊肌肉的運動 因為自己很難學的 那天我上完打課之後 其實我想說那個感覺是很有趣 因為我發覺原來那塊肉 在我的身體那麼久 但是我完全沒有試過有一刻 我去感覺到它的存在 直到那一天我去做運動 我才第一次用到那塊肉 那個感覺是很搞笑的 明明那件事跟了你一輩子 一個新發現 對 然後就發覺原來 我有這塊肉在身上 原來它是會回應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搞笑 我就發覺原來做運動 也是一個認識自己多一點的一件事 這樣 有沒有感受到安多芬的美好 那就沒有的 但是我發覺原來我自己在家做運動 那些事真的很小學雞 一去到有教練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 原來你同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別人指證了你的動作 其實你的感受會重很多 嗯 因為我發覺原來我的動作 其實自己在家裡摸索 是做得不正確的 或者不是最用到的肌肉 但是師生一教你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個感覺應該要是這樣的 那又覺得好像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就有多喜歡 我想其實我們講那麼多 其實主要想 就是都想帶出的東西就是 就是我們減肥也好 做運動也好 其實不是說追求 啊瘦就是漂亮 就是我們要繼續瘦繼續瘦 而是一種比較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啊 其實我現在房數也不輕的 還有我其實現在都沒有輕過很多磅 其實跟之前差不多 但是我感覺整個人真的健康了 嗯 我覺得這個也是另一個得著 是啊 就是在減肥的過程中 會 就是大家會吸收多很多關於健康的資訊 就是當然 就是有些不知道是真 哪些是假 但是就是都會有一個求證的過程 那你會 就是慢慢會影響到你生活的其他方面 那 就是最終就 就是你只要拿到一個平衡 不要說做到太極端 那我相信 這件事情 都一定是對大家的 生活 或者是 心理健康 身體健康 都有好處的 那最後這一集的總結 就是希望 如果我聽到這個節目有這麼巧 都是處於減肥的過程 我們就說一聲 共勉之 撐住啊 加油啊 你可以的 不要放棄啊 撐住啊 就是這樣 那這一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